疫情三级警戒延长 连带冲击的还有社福团体的募款 照顾心智障碍与自闭症为主的 花莲黎明机构就表示 5月份同期的捐款量 是近5年来最低不到5年平均捐款量的1分之一 面临疫情的寒冬 黎明机构新增了接口支付 同一超商两种捐款管道 期待民众能够多加使用分享 帮助黎明度过疫情 全国三级警戒超过一个月 连带冲击社福团体的募款 照顾心智障碍与自闭症为主的 花莲黎明机构表示 5月份同期捐款量是近5年来最低 不到5年平均捐款的一半 包含花莲市庇护商店乐咖啡 也同样面临冲击 而在机构参访 志工服务行程都停止的情况下 连带影响大众认识黎明的机会 冲击捐款来源 成为疫情下的极弱势 疫情的刚开始 其实教授院就开始 比如说像日间服务 或者是日间的作业所都暂停服务了 那院生们都待在教授院内 没有办法外出 那所以也会增加一些休闲活动 让他们能够在院内 不至于太无聊 那可是也因为很多对外的活动 都暂停办理了 所以可能不管是像我们庇护工厂 可能他们的餐盒的订单 都会被取消 因为活动暂停 那也有相对比如说 有一些可能要来认识黎明的 企业朋友 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都没有办法进行参访 那我们前往拜访的机会 也可能因着疫情的关系 就暂停 所以也相对 今年是 我们从五月可以看到 我们的捐款的状况 是五年来最低的一次 所以我们也相对 也蛮紧张的 因为想说 接下来不管是六月或者是七月 都会有相对的压力 因为有很多上社会 社福单位 不只是靠补助 他有一些 自愁的方面需要靠捐款 对 所以在这个部分 是算在疫情当下 一个蛮明显的 一个差异性 那接下来因为 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疫情可以降级 那也相对在这个时候 也欢迎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还可以持续 跟外界有些互动跟接触 所以我们在 我们黎明的脸书 每日一po 希望借由我们 不管每一天的生活作息 让外界可以知道 虽然院生 其相关照护对象 在六月底 完成接种公费疫苗 但考量免疫力相对较弱 88名住宿院生 已超过一个月 都待在院内 只能透过远去视讯 和家人联系 自信账表示 即日起 推出接口支付APP 统一超商iPhone 便利生活站 新增更便利的 慈善捐款管道 期盼社会大众 在艰困时期 能帮助黎明走过难关 黎明机构募款专线 0800 308 585 想您帮我帮我 接着讲邦彦华灵师报导